大家好,今天是3月10日 有些事情當然不能反過來,就是我們今天的報價 暫時來講,各指又跌了2.8% 暫時來講,我們在1月至3月應該要有10.5%的報復 一是上方便升到7,900 一是下方便跌穿6,400 而這個6,400呢,F3又跌多幾點 差六十幾點,就叫做跌穿 而這裏就要提大家一件事,就是以現貨為主 現貨到了的話,我們都要做跌穿 而今天的現貨最低的報價就是 很接近現在,就是6,451 在這個時刻,大家下了盤的各位 因為我記得,下盤也掛了幾天才下盤 成功在3月7日,即是這個星期二 大家應該成功下了盤的 我下盤的點數呢,應該是17的 17這個價錢下了盤的 時間到今天呢,幾天的時光是非常之快 我開了一個,我就不太用得慣的 trading view 我開了一個IG trading 你看到每天的國旨走勢 其實是連跌五天的 現在,連跌五天 連跌五天之餘,我聽到一些群組的朋友 都會說,連跌五天其實是跌穿了前底 那就預計,跌幅還有一段時間 而跌幅還有一段時間 其實不關我們的事 為什麼呢? 我們的目標已經到達了 差不多到達了 有些同學就會問 阿sir,我想問一下多少點來做一個平倉 以前,如果大家使用IB 都會看到這個位置 已經設定了所有平倉盤 當然了,我要為自己的盤負責 我當然是設定了,然後就開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原來這麼快的 但廢話不多說了 就是我們的Bot 有個優惠到達12日 這些只是開玩笑 即是我們的Bot 12日有個優惠 記得如果喜歡我們的軟件 就在12日之前訂閱 就可以有一個最優惠的價錢 我們回到廣交所網址 一直來講,我們要知道 如果我們要take profit 其實一向都是在廣交所上 會去做一個 找一個reference 而在我剛剛跟 Program的哥哥在聊天的時候 就是在討論說 我很久沒見過你玩這個 take profit target 為什麼呢? 以前我們去做這個take profit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 什麼的 是一個 有一個system 即是告訴你們 現在這個市況 你應該是用一個 什麼的點數 來做take profit 你會看到 3月8日 即是上一個交易日 其實它的結算價 大概是6656 即是說一邊就入價156 另一邊就入價44點 即是說這個結算價是不合 為什麼呢? 我們這次設計的奇緣策略 預計到那個目標價 是接近這個整數 即是6400 所以你會看到 那些結算價 如果是癮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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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癮 基本上已經是不適合的 去到8日 再去到8日 看看有沒有一些價位 是比較完整一點的 這個要是入價70點 要是入價130點 也不是很適合的 這個要是入價138點 要是入價62點 也不是很適合的 那麼多個結算價不適合 難道我們真的要開這個program 其實不一定的 老實說 為什麼我們可以掛到55點呢? 而這個55點到底在哪個位置 拿來做一個參考呢? 那麼其實呢 剛剛大家都知道 其實各指是由這個高位 慢慢跌下來的 亦都在這個558點 其實都徘徊了好幾段時間 那麼就在這個報價 在這個6500點的時候 那麼其實呢 我們呢 就做一個很簡單的 叫做思維邏輯 那麼首先呢 這裡就會有一個 Long Put Sort Put 那麼就有這個Long Call 以及這個Sort Call OK 那麼這個呢 現價 就是這個6500點 OK 6500點 如果現在這個Moment 如果講時間的各位 你自己掛到55點 那麼如果呢 如果你看到一個現價是6500點 那麼 而呢 現在這個市況 我們如果下了一個 Debit Put OK 這個是Debit Put 是Long Put 66 Sort Put 6500的 OK 這個是第一個組合 OK 組合1 而呢 而呢 組合2呢 就是講 Long Call 這個6400 OK Sort Call 這個6500 OK 那麼這個呢 就是第二個組合 組合2 OK 那麼好了 我們現在就問一下自己 一個呢 叫做入價情況 OK 入價情況 那麼這個Debit Put 其實呢 當它現價是6500點 而呢 它的Debit Put 組合是6600 和6500 的Debit Put 組合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入價100點的 OK 反過來 如果它現價是6500的 那麼呢 Long Call 的位置是6400 Sort Call 的位置是6500 其實呢 它入價的情況 也是100點的 OK 而呢 如果它入價100點的話 就非常之接近 我們做的期限制率 因為呢 我們做的期限策略呢 其實是 它會跌到 6396點 我們就會 take profit OK 而呢 我們做的期限策略呢 正正就是 這個 6500 和6400 即是預料呢 如果我們 這個目標 到了 即是6400 這個目標 差不多 這個報價 如果到了 這個6500 和6400 這個Debit Put 其實就正正 就會入價了100點 OK 當正正入價了100點 我又回到今早的情況 當你見到 現價就是6100點 你無論是 下方的Debit Put 又或者是 上方的Debit Call 其實它兩個的策略 同樣地 都是入價了100點 OK 在這個時候 你很簡單地 可以將 它的報價 即是 Strategy Builder 然後按這兩個 期限策略 你可以看看它的中間價 大概是報多少 OK 當然最樂觀的情況 就是報56 中間價是報55 所以這裡 我就拿了55 而 一般來說 通常 一部的 如果入價了100點 我們都會拿56點 相信大家 經過了2月的話 你們都會知道 越近期結 中卦 我們贏的點數 其實就越多 即是說 現在我們就是報55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近月頭 而如果它遲幾天中 可能就是報56 再遲兩天中 就57 越近期結 中卦 就會越近100 即是我們取消的點數 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經常都說 Debit Spec 那種操盤的方法 我們捱價的時候 不是真的在捱價 或者這麼說 我們捱價不是一個 沒有意義的捱價 為什麼說不是一個 沒有意義的捱價呢 原因就是 當我們捱價的時候 越遲中 即是說 我們最終 贏的點數 也會越多 也意味著 我們的賠率 也會有機會 因為越遲中 而提高 OK 好了 這裡 也講一講 我們的頻道 就越來越多人看 也會有很多時候 上班的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追開我的影片 自從2月贏了 我們去下這個盤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 是3月7日的 但我掛盤的時候 並非這個日子 我記得我掛盤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多少 我們要看看這個 直播才知道 但一定不是3月7日掛盤 我經常都說 一個策略 其實我們今年完結了這個3月 已經是知道 下年3月是怎樣出來的 OK 即是我們都會略略略 會有一些這樣 的percentage 我們會知道 在這段時間 其實是會走幾多的 即是有幾多的機會率 走幾多的percentage 距離 OK 而不知道那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的start point 是多少 當我們知道那個start point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完全知道 它的距離 即是波幅的距離 到底是多少 而我講這些原因 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最終我們還有什麼 不知道 就是那個賠率 而賠率這件事 也是關閉到成本 就是說 你落盤的成本 也意味著 你到底最終可以贏到多少 這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意義 OK 那在這裏 講下這些迷思之後 其實呢 我相信 在這個live裡面 或者是一些朋友仔 你會見到 原來在一個盤裡面 會有這麼多 仔細地去想 原來這麼多 可以準備定的 OK 又或者有很多事情 可以看著 這個很明明 就是一個叫做規律 那你怎樣可以捉住 這個規律 在下一次裡面 用同一樣的招數 變成這個母子氣法 又贏多一次呢 這樣 在這個四月頭 我們就做了一個 Reverse Eye Condor 的實體班 OK 而呢 今天呢 我們在這條片裡面 我最主要就是想說 今天呢 好多的時間 就是在這個 6500點那裏 那裏 OK 而呢 當它現隔6500點 其實你是有兩個方法 可以知道 現時來說 入了100點的spread 它那個平倉的點數 大概是幾多 OK 那當然啦 現在呢 就坐到50點了 其實基本上呢 你現在就沒有機會知道 除非 它跌了下去 6400點 你就知道 又或者它升上 這個6500點 OK 那你就會知道 大概它那個 叫做 平倉的點數是幾多 但現在已經坐了下去了 就沒有機會了 OK 也沒有機會 做到一個這樣的示範 OK 所以呢 沒辦法了 這一次我就做不到那個示範 但是我想跟大家去講 就是我們去看這個廣交所 預料我們take profit的目標是幾多 OK 是一回事 至於你怎樣活用這件事呢 又是另一回事 因為呢 不單止是廣交所report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現況呢 這個市況 那個叫做現價 放在哪一個位置 其實呢 對於我們來說 都有很多insight 其實講到最後 這些東西有沒有機會 在一個軟件裏面 就可以得到所有的東西呢 例如我們今次下這個 叫做 奇緣策略 這樣 下這個奇緣策略呢 你會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 分別上方和下方 都可以take profit OK 而上方的話 因為我們呢 按照著上方的目標價 其實呢 我們會設計的奇緣策略 是7800和7900的 對了 7800和7900的 下方呢 那個目標價呢 就是這個 6500和6400的 OK 那上方的目標價呢 其實只是入價90點而已 而下方的目標價呢 其實是入價103點的 OK 那你就這樣 你知道呢 上方的take profit和下方的take profit是不同的 OK 為什麼呢 上方的take profit只是入價90點而已 下方的take profit是足足入價103點的 OK 那就是說呢 那就是說呢 上方我們平仓的 預測局的點數不同 下方我們預測局的點數 同樣都是不同的 OK 那怎樣才可以呢 就是有一個叫做介面 就告訴你 當日他平仓的點數應該是多少呢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那個網址 曾經出過一個功能 即是舊的那個版面 因為舊的版面 不可以電話用 這個新的版面 電話都可以用到 OK 那你知不知道 以前這個網址裡面 其實有一個功能 就叫做take profit target 中文就叫做策略對照 只要你進入了那個策略 其實他就告訴你 這個策略在今天之內 平仓的話 你應該是用多少點 OK 也有Reverse Eye Condor 有上方下方的報價 我趁今天就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網址 以前是寫過這些功能 但因為沒有什麼人用 所以我們就收起來 然後做得更好一點 才再拿出來 OK 我們講完這堆東西之後 其實他就是幫我們 用電腦來 record 今天只要入了一架 無論是100點的 spread 好像這裡 入了80點的 spread 我們都會知道 我們應該用一個 什麼正確的點數 來take profit 給我們今天 OK 好了 講完 即是一個take profit 那個target 今天就是55 OK 基本上大家 看這個三月曲 就叫做滿足了 所有應該要知道的 掛定那個盤 這樣 最後 因為上次我們下盤 我最後拍完這條片 我先記得提醒大家 記得下GTC 同樣地 我們下這個盤 也是沒有下GTC 記得下完這個盤 在details這個位置 有哦 有下GTC 按回GTC GTC的英文 傳寫就叫做good till cancel 即是說 你成了那個盤 這個交易才會消失 如果不是的話 他會一直掛這個盤 直到55點 成到 又或者去到期結 都成不到 這個就是touch wood 即是給我們期結前 成到 而這個價錢 並非一成不變 記住 因為一般來說 都是56點 譬如今次 明明真的在月頭 即是你當三月份 分開三月份 一號至十號 什麼號至二十號 一號至三十號 而今次真的在月頭 所以將會 take profit的point 就少於56點 OK 那麼 五十五點 就掛定盤 在這裏 其實掛定盤 都沒有什麼好做 而今天 即是我們最近 就是開發了 即是我們 現在這個網址 寫了一個 System 即是斷線 都會自動去連回 這個上網 所以我今天都在按 其實很容易看到 這個資金流 到底有沒有延遲 就是 當它跌穿了 6500點的時候 理論上 它是不應該再有 這個藍色的價內值 你見到這個界面 它也是沒有了 這個價內值 即是6500點 沒有了這個價內值 即是說 其實它現在的報價 是挺更新的 如果穿到 6400點 6300這個位置 不用看 一定穿的 去到6000點 才有明顯的支持 最大的支持 就是這個 5600點 在3月中 我之前都說過 好倉底 升了幾天 忽然間就掉頭 而 掉頭 其實在今天開市之前 我都會想跟大家說 還未是這麼淡 為什麼呢 在上一個交易日 淺色一點 這個就是上一個交易日 它的資金流 而這個資金流 你會看到淺色一點的圈圈 其實上一個交易日 還有59%的好倉 但今天這個跌幅底下 其實已經是減到只有35% 而最明顯就是有一個轉勢 轉勢就是 由31%到46% OK 我們現在去 也有一個新分享 你按兩下 就會有一幅大圖出來 其實你會看到 淡倉 其實都很積極地反 即是叫做 Fightback 這個好倉 是7200 7000 7000 和6800 都見了三大 的倉位 這就是關於這個淡倉 而好倉 其實一早都消失了 在5700 5600 和5500 就有一個明顯的好倉部署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我自己認為 跌到5300 其實它的跌幅 開始減慢 畢竟它6000的位置 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所以說 這堆東西 即是說 6400至6100 不是一個明顯的支持 起碼到6400 是一個明顯的支持 對上 我記得之前說 6400 也是一個支持位 但是 它的支持力度 就比較小 好了 那 宏觀 整個市場 這麼多的行使價 其實好倉 最大的集中地 就是5600 即是說 3月份 你真的要跌穿5600 目前資金的角度 很難跌穿 而你要升穿6800 也有相當困難 所以 你就要看看 即是 到3月的時候 應該會跌穿6700 至5800 之內 如果從資金的角度 來看的話 好了 那 看看有沒有東西問 沒有東西問 OK 一聽就知道 我還未按這個連線 OK 不要緊 我馬上上載一段影片 等大家有更新的資訊 各位 拜拜 拜拜